我針對在座各位醫院的組織醫師 你們收入如果沒有一兩百萬 你們都是垃圾 哈囉大家好我是長哥 今天要來評評你瘋傳媒的一篇文章 叫做何時宜觀點 健保費漲不停 他們沒告訴你的事 這一篇實在是太誇張 風向帶的太過了 總之何時宜他自稱他是一個講師 有可能是匿名我們不知道 他說健保費漲不停 他們就只這些醫療人員都壞壞 這些醫療人員賺超多 結果還一天到晚要求找健保費 他們沒告訴你的事情 今天來跟大家分析一下這篇文章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議題 大家也知道最近在炒這個健保費 特別是1點等於1元的議題 健保制度剛出剛設計的時候 本來就是1點等於1元 然後基本上你做一個治療 你跟健保局申請300點 他本來就應該要給你300元 但是因為總額制度的關係 其實現在1點 幾乎等於這個打7折 甚至打6點多折 舉7折來講好了 你做一個治療300點 結果健保局指給付你300x0.7 是210吧 等於是你得到的這個收入 或是得到的這個給付 直接打了7折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非常不合理的事情 那這個何先生就出來講 你們醫生賺那麼多 還要漲保費 他說醫生賺多少 這個真的是這篇文章最誇張的地方 他說國內醫師的薪資 資訊長期不透明 僅以部分的資訊 初步推估醫生的收入為例 你也不用推估啦 我之前在我的副頻道 就有跟大家分享醫生的薪水 不管是實習醫生 月領12000 當然現在沒有實習醫生 或是住院醫師 7-8萬 8-9萬 反正這個Range蠻大的 或者是比較資深的主治醫師 通常是35歲之後 因為大家知道 這個醫生的養成期非常的長 你要在醫院變成主治醫師 常常是34-35歲之後的事情 或是主治醫師 其實講公道 不管是平均中位數 大概可以落在20-30萬 差不多啦 這個是我講的一個公道的薪資 而且我那部影片 放在副頻道 已經放了那麼多年 兩三年了 觀看數也幾十萬了 如果我亂講 真的我會被批評爆啦 我真的沒有亂講 而且這是35歲以上 算是最高階主治醫師的薪資 然後他說醫生的薪水多少呢 公立醫院的主治醫師 通常沒有超過60萬 我不知道他這個60萬 這個數字怎麼出來的 然後他又說 反之其他的大多數的私立醫院 醫生的收入高達 每月一兩百萬 哇靠是常見的 哇以何醫師的觀點啊 你各位 在醫院工作的主治醫師啊 哇月薪不到一百萬 好好檢討你自己啊 這一兩百萬到底是怎麼出來的啊 這我想到那個 斷水流大師兄啊 我不是針對你啊 我是說在座的各位 都是垃圾 我不是針對你 我針對在座 各位醫院的主治醫師 你們收入如果沒有一兩百萬 你們都是垃圾 你們都不符合何先生心目中的標準 這真的是太誇張了 這真的是不報 醫生的薪水應該是高達6到10倍吧 那我們繼續看他在講什麼 他說 許多醫生會願意選擇取得大醫院 跟經歷名前之後呢 進入到一般診所職業 因為收入會更好 這也不知道他怎麼想的 其實醫院跟診所的薪資 是不能直接比較的 我舉例來講好了 一個醫院的整形外科 或者是神經外科 或是心臟外科 外科系的醫生 他在醫院固然有不錯的薪水 請問他可以跳槽去診所嗎 他跳槽去診所 你要怎麼開刀 你要怎麼治療病人 譬如說骨科 他就必須在醫院 開那些刀嘛 他可能收入不錯 那今天他跑到診所去看感冒 那他的薪水絕對是不升防檢 所以這個大家應該理解我的意思 所以醫生有些科別 他就是需要留在大醫院 有些科別他就需要在診所 那有些科別他就是進可攻退可守 像我耳科來講 我可以選擇在醫院 我也可以選擇在基層診所服務 所以基本上醫院的薪資 跟診所的薪資 他不能直接這樣比較 說什麼醫院跳槽到診所 收入一定會更好 對你到診所 你就沒有刀可以開啦對不對 所以這個也不知道在講什麼 然後他就說 以診所兼職醫生薪資為例 半天為一診 這個很明顯就是 不是專業人士講的 因為醫生哪會說什麼半天為一診 一診就是一個時段 一個早上叫做一診 一個下午叫做一診 或者是一個晚上叫做一診 通常就是3點5到4小時 他說一般 你一個月只要每個禮拜一的早上出現 一個月只要看一診 薪水就有6萬塊 哇靠 這到底是怎麼算的 換算成你一個月 每週看10診 每個月就有60萬元 哇塞 如果我一個禮拜看10診 我薪水就有60萬的話 那還做什麼保健食品 還拍什麼YouTube 還在這邊拍什麼評論影片 做什麼線上課程 經營什麼社群 不需要了啦 其實很多事情都可以見為支柱 如果醫生真的那麼好賺 那為什麼越來越多醫生 接代言 打造自己的個人品牌 就是因為醫療業越來越下坡 大家發現 在走這個傳統的看診路線 不行了 必須要斜槓出其他東西 大家可以想一下 這份言論有沒有道理 總是以這個何先生的想法 哇一個禮拜看一診就有6萬元 看10診就有60萬 而且他還說 這只是兼職醫師 你一個禮拜都已經看10診了 你還說自己是兼職醫師 我就問號問號 他說如果是全職醫師 你的主治醫師平均收入相當高 注意他說的是平均 不是特例喔 他說平均收入可以在 每年800萬元以上 你各位醫師的話 每年的薪水沒有800萬 你各位都是魯蛇啊 我就是妥妥的魯蛇一個 真的是很誇張 大家可以想一下 因為我真的是講公道話 一個35歲以上的主治醫師 好一點 薪水20到30萬 乘以12 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年薪也不過就是2、300嘛 2、300已經是一個非常好的年薪了 他說每年800萬以上 才是一個醫生平均的薪水 他先扶爆你的薪水 然後再說 哇所以你各位的平均每年總薪師 是一般人的10倍以上 是這個教師的8倍以上 哇醫生都賺那麼多 哇還要要求掌健保護費合理嗎 扶爆的太多太多了 那其實看這種文章 就會覺得非常的諷刺 以一個醫療界的人來講 當然是醫療界的人 去評論醫生的薪水最中肯 你不在這個醫療界裡面 你怎麼會很清楚醫療界的薪水呢 所以一個大學講師 你當然不清楚醫生的薪水 然後你還可以講的 如此的頭頭是道 把醫生的薪水高爆了6到10倍以上 然後就用這個6到10倍的薪水說 哇所以你看你們醫生薪水那麼高 是其他民眾的 哇幾倍幾倍 試圖去引起對立 最近醫療界看到這種文章 真的是非常的氣憤 因為太多這種 出來帶風向的人 亂講一通 然後口說無憑 像我今天早上 我就去搜尋591醫師 看一下開的條件 大部分醫院開的條件 也就是20到30 這就是一個公道假 真的沒有事跟大家唬爛 好啦總之跟大家分析到這邊 大家千萬不要被這些 有的沒有的帶風向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不是選醫學科技就算了 我覺得最可憐的是那種 國高中生 假設他看到這種文章 哇他真的覺得醫學很好 他就趕快 哇考醫學系 考進來當醫生 結果進來發現 怎麼跟當初不如預期 怎麼落差那麼多 薪水怎麼差到6到10倍 這時候這個醫學生心中的一些憤恨 心中的一些憂鬱的情緒 可能就會這樣子被帶起來 我覺得這反而是這個文章 他可能會影響一些 國高中生志願的選擇 非常的不好 不可不慎好不好 那總之就先跟大家分析到這邊 那喜歡這類非常生活的醫學分析 歡迎訂閱這個頻道 支持我的書 支持教室 記得我保養視頻 留言說哲空碼游入PIG95則游 會支持我的線上課程 好我們就下集再見 拜拜